一百二十块的色香龟苗能买吗 简单省心少花钱 明白必坑少受骗 这里是东龟先生的古法养龟频道 东龟先生 这只龟五十龟吗 东龟先生 这龟苗八十买的 被窄了吗 东龟先生 草龟苗多少钱一个 东龟先生 一百二十块一个的色香 值得买吗 经常有粉丝朋友 来问宠物龟价格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 多少多少钱买了一只龟 龟不贵 或者某某龟 某个价格能入手吗 类似这样的问题 本期视频 东龟先生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视频中的这只草龟 如果是屏幕前的你去买 会出多少钱 大家可以先在弹幕或评论区 给它估一估 这只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 某仰龟达人所买 据说它的购入价格是四百五十块 大家看看自己的估值 和四百五有差距吗 说实话 这只龟如果是东龟先生买的话 最多只出五十块 四百要抹零 因为这只草龟 它的卖点应该只有两个 一是龟甲上有些刀客纹 二是有个比小稍大一点的鸡肉头 当然 在龟商那里 管这叫大头 但是无论是刀客纹还是大头 这两个表现都算不上出色 只是比通货好那么一点点 所以 五十块就是东龟先生能出的价 四百要抹零 反正四百五十买它 这龟的脑袋大不大不说 人的脑袋肯定很大 实际上 前面东龟先生虽然说 那只龟会出五十四百抹零 但就算是五十 东龟先生可能也不会去买 因为这涉及到买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心理价位问题 以前黑子们经常攻击东龟先生 养的都是不值钱的破草龟 如果单从价格来说 确实如此 因为东龟先生只养几毛钱 几块钱一只的龟 最贵的龟 价格也只于三十块层次 所以你说这只龟你四百五十买的 东龟先生花五十真不会买 因为东龟先生更喜欢研究 如何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而不是上来就买一只 别人养成的某些特征已经无法改变的成品 那在东龟先生看来 并没有多大乐趣 宠物 实际上是看着它成长变化的过程 否则为何不直接买一仿真百见 这是第一点 买龟一定要有心理价位 别管商家说得多么好 什么惋惜龙林 神农嫁凤语的 凡是超出心理价位的 统统不买就是了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心理价位 那么买龟就只能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第二 多看 甚出手 现在一般都是直播买龟 在商家烘托的氛围之下 很容易就买买买停不下来 东龟先生建议大家 在买龟前先多逛逛 多看看 货比多加 这本身也是一个了解市场行情 建立某种龟心理价位的过程 什么都不了解 上来就买 很容易后悔 你看得多了 自然就知道 某种品项的龟 售价大致在什么范围内 行情 以此为基础 再来分辨哪些是便宜的 哪些是贵的 最终记不当冤大头 又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龟 为什么网上很多人 一直害怕养龟新人 被东龟先生吸引 说白了很简单 蒙心好忽悠啊 蒙心通过东龟先生的视频 变成老油条了 谁还能骗得了你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所以 买龟之前 多看 多比较 慎出手 这非常重要 第三 要清楚自己养龟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宠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不是刚需 除了少部分发烧级别的人物 大部分人都是可养可不养的 没有什么非养不可的 如果你是作为宠物来饲养 那么外观品相 对你最多只是一时新鲜 因为外观是很容易审美疲劳的 当初你觉得多么多么漂亮的龟 时间一长 也就忽略它的外观了 养宠物来说 最重要的是陪伴 是看着它们不断成长 不断发展变化 强调的是养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这种情况下 它通常与价格 品相 没有太大的关系 陪伴你的时间更重要 比如东龟先生最喜欢的一只 就是这个霸道母草龟 但他爱闯祸 脾气差 断尾 品相也不好 为何喜欢他 无他 陪伴的时间长而已 物以稀为贵 追逐好的品相 确实需要花更多的钱 这也没毛病 关键是要清楚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样才能防止被别人忽悠 当你清楚自己养龟的目的 了解基本市场行情 具有了心理价位以后 想当冤大头也是不容易的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 比如这只草龟 四十可以吗 如果它没有其他卖点 例如二十六甲 天使眼等等 那它就是一只通货草龟 现在的行情也就是十几 二十几的 四十显然贵了点 而这只草龟苗 不属于通货 应该是属于一物一拍 那种所谓精品苗 这种价格原则上不好说 贵不贵的 自己看上了 能接受就行 不过东龟先生确实不会买 因为超心理价位了 哈哈 至于一百二十块的摄箱苗 要不要买 主要还是看自己 对这种龟的迫切程度 真的飞扬不行吗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就买 毕竟有钱难买我高兴 不过呢 东龟先生同样也不会买 这龟价格是从二三十块 人为升上去的 按照基本的市场规律 凡是人为搞上去的 总会要恢复到正常合理水平 其他龟也是同理 当然 重要的不在这里 而是东龟先生找不到 必须要养它的理由 说它好养 几毛钱一只的草龟苗 也一样好养 说它能鱼缸里深水养 几毛钱一只的草龟苗 一样也可以养在鱼缸里 而且草龟还比摄香 提到这些更憨厚文顺 实在找不到养它的理由 价格偏离正常 并且没有必养的理由 自然也就不会买 最后东龟先生再来说说 如果觉得自己买的龟不值 脑袋大了怎么办 正所谓吃一欠涨一只 偶尔一次买贵了 其实也有好处 可以借此让自己更好的 去了解市场行情 毕竟偶尔大头难免 但若次次都脑袋大 那显然是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已经买了 就算是贵了 如果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那也没必要去一只纠结这件事 买来了就好好养 毕竟我们是作为宠物的 下次买龟别这么冲动 多看少买 多比较比较再出手就是了 因为这个一只纠结懊悔 那么我们损失不就更大了吗 买宠物本身是为自己开心的 在买之前我们可以多考虑 一旦买了 就别问贵了还是便宜了 没多大意 还会让自己更烦恼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